Lamme on the Game 歌 都是弘洋法華經 功德無量 Lamme on the Game 歌 Lamme on the Game 歌 各位網友,你好! 今天想說說旅行 會引用 《藥草餘品》第五 金珠世間 普德巨足 漸次修行 皆得道果 即是說,要令一切世間 普遍獲得滿足 依次修行 而可以證得道果 去旅行 其實都是人生的一個體驗 以及認識自己 首先 你會選擇去哪一處目的地 比如近的東南亞 遠至歐洲 或者北上一日 都是一個體驗 亦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 去旅行 都有很多方法 以及想想你的換伴 你是一個人去 還是你一班人去 還是跟你最親密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去 首先 你就會想想 你用什麼形式去 究竟我是金旅行團 還是自由行 我自己都試過不同的方法 首先說一下 如果金旅行團 和自由行有什麼分別 我也試過 金旅行團 一切幫你安排好 但有些會有購物團 有些現在叫做純幻團 就不需要帶你去購物 所以你怎樣選擇旅行社 或者你怎樣選擇行程 都很影響你的行程 還有就是你有什麼預期 你希望這次得到什麼 其實最簡單都是開心 但由團費的 多與少 就算你去同一個地方 可能都會反映了 很簡單 譬如航班 第一件事 我最近有去過東歐 之前就是 他坐空中巴士A350 相對來說很闊 坐得很舒適 還有有電視看 所以就算你坐幾個小時 你都不會覺得很悶 但我也試過坐廉航 他就是沒有電視看的 那次去日本 四個小時都覺得很久 因為有些人會下載一些歌 下載一些片 帶個TAP自己去聽 但也都是 如果沒有的話 你都挺悶的 那四個小時 但還有這四個小時 因為如果你在飛機上 看一套戲 好像都成三個小時 那你變了時間很快 還有通常如果是長途機 都是夜機 可能你都睡著了 那你的時間就更加之快 還有選擇他是直行 還是會轉機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轉機 因為不用一次過坐十幾個小時 尤其是你說去遠那些 加拿大 美國那些 就是這樣 而那個價錢也都反映了 機票那裏 而認識了 旅行團 有普通你坐旅遊巴去的旅行團 我以前就跟過一些巴士團去歐洲 那時候 那時候 他是收萬多元團費 去成二十幾天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個酒店 他就省了些錢 全部都是躺在巴士上面 那另一種體驗 都是學生團才會有的 那最後還要清潔那個車廂 洗車的最後 那而旅遊行呢 就你自己要安排機票 酒店 自己安排自己的飲食 那旅遊團呢 也有便宜貴的 有些便宜的 可能食用又沒那麼好 那你這個 你是應該要自己有一個預期的 那而 而旅遊團呢 可能會是吃得好些 還有酒店 他可能說住四星啊 五星啊 那些 那些 他有時候都會標榜 吃一些特色餐啊 或者甚至乎 帶你去一些米子連的餐廳 那但是以前我去過 土耳其啊 希臘呢 是自由行呢 其實一班人呢 那些同學 大家呢 都是省錢的 所以吃的東西呢 都是便宜的 一定不會去吃貴的 即使你有錢 都不會去吃貴的 還有呢 就是那個 那個 價格方面呢 大家 無論住酒店啊 吃東西呢 你一班人呢 都要商議好 有些人又想吃好 但又擔心花錢多 所以這個呢 要有共識啦 如果不是去旅行呢 就會吵架的了 多謝大家訂閱 分享 和按鈴鐺 來到這個頻道 那而住 剛才說過啦 有些會住五星啦 那些 自己 學生便宜的 就是住青年宿舍啊 或者呢 我試過有一次去英國呢 就是租一些 叫做Service Apartment 就是整個單位來住完的 有兩個房啦 那個廳 包括廚房 其實我覺得都挺正的 因為呢 他可以自己在一個廚房煮食 而住酒店呢 就不可以 那我一家人呢 就省了很多錢啦 因為如果在英國啊 歐洲吃東西 其實都一般是比較貴的 那租行方面呢 旅行團呢 最好呢 就是有那個旅遊巴啦 因為呢 你將不用的東西啊 或者你買了的手信 可以放在車上面 如果你自己去呢 那你就要自己背著那個袋 那其實都挺重 因為呢 你又要戴水啊 又要戴傘啊 戴太陽眼鏡啊 銀包啊 跟著如果你買手信呢 你就要由頭拿到尾啦 還有你知道啦 自己搭巴士啊 地鐵啊 火車啊 那些呢 其實都不是直接到那個景點的嘛 那你還要走的 尤其是想上樓 下樓梯啊 或者走去那個站啊 那都有一段距離 但是如果旅遊巴呢 他一定車到你去景點 所以我覺得 如果年紀大的呢 腳不是那麼好呢 就都是旅行團方便些啦 照顧了 如果不是呢 你年輕呢 你走到好腳骨力啊 或者自己想探索一下呢 那也是可以自己去的 我上次去日本呢 就很好呢 就是他旅遊團 他最後一天呢 就是給你自由行 那我就學會了搭JR 怎樣看Google 因為以前沒有Google呢 你怎樣看他的那條線啊 搭誰呢 就很困難 但是現在呢 Google就會告訴你 哪一條線是最快的 還有呢 就是有什麼突發的事故呢 譬如他那個車站封閉 什麼事情 他即時就顯示你搭另一條線 所以可以放心啦 安心的 還有另外一樣呢 有一個突發事故 如果你自己去呢 你一定要搜查當地的緊急電話啦 還有有什麼事聯絡誰呢 好似最近看 有些明星去到日本旅行的時候 那個酒店說沒有房喔 那就幾乎要睡覺 因為他原生訂的那間呢 就沒有留到房給他的 那所以呢 一切自己去探索呢 就會有風險啦 還有也是解決難題的方法 也是考驗你 譬如我上次去日本旅行呢 就有個人跌倒喔 我們的團友 幸好那團呢 剛巧有兩個職員啦 因為我們多個25人 一個領導一個導遊 那變了呢 他輪著可以去處理他 那又沒有影響我們其他的行程的 還有最後一定都要買保險啦 因為如果有什麼突發事呢 都要買保險 要看那個細節啦 因為我回來看那個旅行團的保險呢 其實如果你不是在當地那裡做手術醫治呢 其實你回來香港的保費是包你很少的 就是他主要包你覆診那些 那所以也都要看清楚那個細節啦 那其實旅行就是一個體驗啦 無論開心與不開心都呢 其實時間過去呢 都會忘記的 但我自己就很喜歡拍很多相片的 因為就是忘記的 所以看回那些相片之後呢 就充滿歡樂啦 那希望在這裡呢 的分享呢 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而這個一切呢 我都會在這裡祈求啊 即是我們念 好呀 我念好我念他 我念好我念我念你 我念好我念angle 祈求天氣好啦 祈求順利啦 這次我在歐洲呢 祈求那裡呼喚那裡的地勇菩薩的出現 就是希望呢 他们能够协助防止2030年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去到每一个国家 今次去到六个国家 我都有在那里唱题 祝福那里的人民 因为过往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都死了很多人 和平才是真正的幸福 分享和按钟仔来到这个频道 都是弘扬法华经功德无量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俊